你知不知道跟踪你的人什么来头啊 跟你一样 好债的呗 你怎么到处欠人钱呢 逗你玩呢 我哪来那么大本事啊 欠这么多钱 不提这个了 今天确实辛苦你了啊 帮我这么多忙 别光嘴上说 来点实际的 实际的 那就 晚上请你吃顿大餐吧 怎么样 这个我爱听啊 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呀 宝宝们 今天剩下小姐姐 又带大家来探店了 你觉得是吃法餐好还是吃质量好 我觉得是法餐好 够高雅 主要是我没吃过 这边超市啊 对啊 我们得先去超市 选一些酒水 那么高雅的地方 带自带酒水不太好吧 何止自带酒水啊 什么肉啊 蔬菜啊 都得选一选 有这种餐厅吗 去了你就知道了 不是说吃大餐的吗 我回家亲手给你做 不比外面大餐更珍贵啊 你有点过分了吧 我怎么过分啊 这都拿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这准备乱炖啊 是怎么着 我告诉你别小瞧人啊 我答应了给你做大餐 回家给你做个烧烤烤 hvisि头 你做烧烤你也不能光拿蔬菜啊 拿点肉啊 行了 今天辛苦你了 行吧 想吃什么你自己去拿吧 这鱼可以啊 你海洋污染 你吃什么海鲜 吃点红薯吧 这个呢 红紫鸡 其实有感觉 那你告诉我能拿什么 你先看啊 前面还有呢 我许牛排也不错 服务员 给我拿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你 你怎么选这么贵牛排 得有疯牛病你知道吗 不是 你让我一个大男人 一顿不吃荤的我受不了的 选这么贵的肉 那我还不如给你选 刚那份鸡呢 那你不是说有情流感的吗 行 那我去给你选点肉 你去那边帮我买点方便面 发明面的 方便面要什么价位的 不要封面面了 直走右拐 没挂面 去门店挂面 来啦 怎么样 风不风声啊 你这弄得挺有情调的啊 哪是 我都告诉你了 在家里吃比外面大餐强多了 还不信呢 不错 这就叫生活 我接个电话 你先弄一下啊 哈喽 凯文 莉莉 我跟我们的主播合同已经签完了 现在情侣的人选也找到了 哦 真的 那太好了 咱们什么时候能出发呀 我看了一下天气云风 除了明天之后 未来一种上海可能断下 但是我希望是今天出发 这样效果好一点 要不咱们明天出发 嗯 那明天当时九点 请啊 好 没问题 那咱们明天见 明天见 薄碧 等着我凯箱贵来哦 钟子 哦 好 出来了 马上好啊 加个黄瓜 来 尝尝我烤的肉怎么样 真不容易吃到你亲手抱的东西啊 嗯 嗯 可以啊 哎哟 开玩笑呢 我以前是烤肉店的金牌服务员 烤肉店都是他一流的 你这个大学毕业以后 做了多少份工作啊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打工了 家里穷 没办法 我得多干点活 给自己攒学费啊 也就是说只要赚钱的你都干呗 哎呀 哎呀 哪有那么多容易赚钱的活啊 那我知道有些行业啊 虽然说有些见不得光 但是来钱很快 你可真够逗的 我要是真干那见不得光的事 我还至于给你交不上房租吗 我又没说你做过 今天无论如何 要好好感谢你 先是救了我一命 下午又帮了我那么大的忙 彻底给我出了一口气 来 我敬你一杯 谢谢 不客气啊 不干了啊 走 我都干了 你就免那么一小口啊 我这白酒啊 能干掉啊 哎 你个大男人 怎么喝酒牛就捏捏捏的 行 你等我啊 我去拿个饭来 喂 真不是 来 哎呀 来 怎么样 拿了酸奶了吗 给它啊 不要 好 酸奶现在喝了 喂也护了 能干了吗 干了啊 一碗 来 继续 满上满上 来 到什么啊 不是你 到你那篇不就行了吗 别呀 今天咱俩高兴 咱俩一人一瓶 不干了 没多少 来来来